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就位于西部这个地方 毛里球斯就这个地方是比较炎热的地方 所以这边呢水比较温 这个海豚呢就会比较喜欢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路线 做船从这儿从那边出海是吗 接下来嘉义就要带我们去感受一下 毛里球斯其实最具特色的就是它的海上的风景 和海上的一些运动体验了 所以我们就穿成这样 可能一会儿如果有机会真的碰到海豚的话 我们会下水 肯定会碰到海豚 李嘉义告诉我们 我们所来到的地方被称为海豚湾 位于毛里球斯塔玛兰 是毛里球斯西岸的一个小镇 也是世界上近距离接触 宽闻海豚的好地方 在毛里球斯发现海豚已有十年历史 看海豚一定要乘坐快艇 在发现海豚的第一时间 快艇转头或跟上 以便于我们能够更近距离观察 行着毛里球斯的朝阳 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寻找印度洋的海豚了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七点钟 我其实特别好奇 昨天说我们五点多这里起床 开了一小时车来这里 为什么要这么早 因为海豚的吃饭时间点 就是在早上的很早 大概五六点钟 他们就会出来 大概十点钟 他们就结束了 他们就回去了 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 忽然发现水面有所变化 原来海豚正在这片海豚活动 这几个游客穿着浮潜的设备在追逐海豚 海豚的游速很快 出水就在一瞬间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敢眨眼 生怕错过海豚出水的那一刻 我们的船长每天都会带游客到海豚湾 他告诉我们 毛里球斯的野生海豚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小型的 一种是大型的 他们都早已习惯与人相处 小型的海豚都是成群出现 一般在二十条左右 幸运的时候 可以看到几群海豚集合在一起 有时甚至会看到上百只海豚 在整个海豚湾 宽纹海豚是最常见的一种 这些灰色的小家伙 生活在温暖的水中 模样憨厚可爱 出来了 就在这 一头两头三头四头五头 我看到了五头 我们之前和海豚专家一起出海 去寻找过中华白海豚 就他们给我讲的 目前海豚的这样的一个游素 它出水的状态 能够感觉它不是很紧张 还是比较轻松的 船长告诉我们 海豚的游泳速度 一般是每小时5到11公里 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35公里 不过如果保持高速的话 只能持续很短时间 海豚通过头顶的喷水孔来呼吸 因此每过5到8分钟 要浮出水面来换气 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有机会发现他们的身影 在这片海域可以跳下水和海豚互动 记者也开始更换装备 希望能和海豚轻易接触 突然我们看到了海豚的身影 记者迅速跳下水 我们非常幸运 刚一路水就看见四只海豚从我们的眼前游过 巨大灵动的身影十分敏捷 出水时耳边能听到好听的海豚音 我们刚才下到这个水底 刚跳下去 刚把眼镜戴好 四只海豚就在我们身下 哇 那个画面太美了 因为这个海水很清澈 我感觉这个海豚在我的事业里并不是很大 但其实它的体长有一米五以上 所以它可能离我们有四米左右的距离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远的距离 光照很好 仍然很清楚 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海豚四只 并排向前游去 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们现在真正在水里看到海豚之后 才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愿意在这个气温并不高的现在 在早上八点钟跳入海里去寻找海豚 因为这样的景观真的是很难得看到 船长告诉我们 海豚天生存毁 调皮地引逗着人们亦步亦去地追随 有时候忽然不见 让人摸不着头绪 却勤不死心地一次次寻找 真正在印度洋中 更能感受到毛里求斯这片海域的清澈 上船后我们沿着印度洋继续前进 当地人告诉我们 这片海洋除了为他们提供了优美的海岸线外 还有非常丰富的海洋渔野资源 我们登上当地渔民的小船 和他们一起出海打渔 当地的渔民告诉我们 在旅游业开发前 他们都靠打渔为生 我正在帮这位船夫大哥钓鱼 他说他们平时钓鱼的时候 在海上都要像我这样 轻轻地平行于海面的晃动鱼竿 不能这样 因为如果这样 鱼就是在水里 这个鱼耳在水里 像是上下在游动 不合理 这样就像是在往前这样游动 like a real fish 就像一条真的鱼一样 这样大鱼一看到这个鱼耳 才会咬上来 所以我想知道 多长时间的鱼 三十米 三十米 我们是游动鱼 游动鱼 游动鱼 我们是两次游动鱼 所以你为游动鱼 我为游动鱼 因为游动鱼 游动鱼能够卖 拉姆告诉我们 因为就住在海边 他们家势大以打鱼为生 现在毛利求斯的旅游业不断发展 他有时也会带着游客体验一天渔民的生活 以增加收入 拉姆说 为了保护海洋游业资源 从2008年开始 毛利求斯政府出台法案 禁止每年10月到2月 撒忙捕鱼 严格禁止外国船只捕捞配鹅 和大海和谐相处的毛利求斯是明白 海洋经济的迅速发展 取决于海洋的健康 交流中有鱼上钩 哇 刚刚出 吞拿 吞拿 吞拿鱼 吞拿 吞拿 真的是啊 那就是金枪鱼对吗 OK 哇 是一条小的吞拿鱼 白吞拿 OK I know 刚刚我们出海可能没有一公里吧 离海现在很近 就钓了一条鱼 这个鱼摸起来连光光的 而且表面的这些鳍啊尾巴啊 都还是比较锋利的 这个是近十米 十多米 就是在珊瑚礁周围生活的一种鱼 所以在珊瑚礁周围呢 有小鱼 所以它是来珊瑚礁周围吃小鱼的 被我们钓到了 我们钓到的是一条金枪鱼 这也是毛里球斯最主要的水产品鱼类 每年的出口量达到十吨左右 是世界第三大金枪鱼出口过 2017年 中国与毛里球斯签署了毛里球斯 向中国出口水产品的合作备奉录 现在也有很多中国的水产企业来到毛里球斯 在中国的山珠上 可以品尝到来自毛里球斯的金枪鱼 我们船行的速度不乐见慢 清澈的海底清晰可见 能看到海底有很多海胆 印度洋里的海胆 还是挺渣的 黑黑的 所以它不会特别大 有不同的颜色 这个海胆是白色的 这个是黄色的 牟尼球斯政府规定 渔民不能任意捕捞海胆 看过之后 我们将海胆重新返回大海 对于海洋的保护 毛里球斯人做到了极致 政府规定 在特定的时期内 禁止捕捞野生海参 禁止捕捞珊瑚 海胆 贝壳 除此之外 在毛里球斯几乎所有的纪念品店 都不会看到本岛的珊瑚手帘 项链等纪念品 生活在这座珊瑚礁岛国的人们明白 这些姿态万千的珊瑚礁 有多么重要 它们为众多的海洋生物 提供滥以生存的栖息地 随着毛里球斯对海洋的保护 不断加强 现在毛里球斯的旅游业 海洋产业都有飞速的发展 毛里球斯人爱大海 大海也给予它们最丰厚的馈赠 走进当地人家 中国的求学经历 让他们至今难忘 《软方的家》 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大一路》 第516集 《中老有意》 《链接未来》正在播出 中国对毛里球斯人来说 并无陌生 在这个美丽的岛国上 生活着将近三万华人 华人也将中国的文化 饮食习惯带到这里 毛里球斯也是非洲唯一一个 将春节定为法定节假日的国家 现在每年有将近100名留学生 到中国学习深造 我们的向导陆星就是其中之一 陆星曾在中国广西医科大学 学习医学9年时间 2016年回到毛里球斯 现在是医院的一名神经科医生 除此之外 他在中国学习期间 了解到了中医文化 2018年在毛里球斯开办了一家 中医诊所玉康堂 所以来了我们的病人 他们都会拿他们的骗子 拿他们的一些检查结果 以后的话我就是作为一个 西医的医生 给他们看一下 西医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诊断 以后的话我们有一些中医的医生 你可以看一下 他们现在的中医 是怎么样的一个 陆星告诉我们 之所以开设这家中医诊所 是因为他在当医生的过程中 发现一些疾病 用中医的方式治疗更好 也可以中西医相结合 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再加上他本人对中医很感兴趣 所以和移民到毛里球斯的中国人 一起开办了这家诊所 我看一进来挂了很多这样的 中医的一些学位的图 刚才那是足三阳经 这是手三阳经 你学过中医吗 在水沙的时候学过 但是我还是西医为主 比如说这些症 我基本上都不会扎的 但是我会跟病人说 大概是怎么样 为什么呢 我们中医的话 很讲究我们的经验 我是去西医 但是我们看病人的时候 他们要看护 或者比如说他们中风了 他们要给什么样 我们就是处方的时候 就有好多 中医的 所以就是来了毛里球斯 一个中医多了 就关门是一个西医 也就是 所以有这个想法 为什么我们不在这里 我明白了 就是在中国 这个中西医是已经有 很好的融合的 对 非常好 而且治疗效果 治疗效果非常好 陆星告诉我们 现在诊所主要以 糖统康复治疗为主 在这里可以接手 针灸 爱酒 按摩 刮沙等中医疗法 我们看到 有当地人在诊所中 正在进行把管治疗 陆星告诉我们 这位女士一直后背酸痛 在诊所已经治疗过几次 在毛里球斯也是一样 很多人药痛了以后 他们要去医院 要入医院 入医院的话 他们要给一些 一些肌肉的 一个放松的一些药 然后也要给一些激素 顺便还有一些止痛药 在吃了这么多药以后 吃了激素以后 他的胃会开始 有一些不舒服 还有很多人 他们的失应症不行 比如说有一些人 他们有消传 或者他们有一些溃疡 之类的都不能用 所以这些病人 你没有什么办法了 就是看着他 在中医的话 我们就不用什么药 通过一些手法 去针灸 电疗 通过一些放松 感觉好很多 所以没有副作用 就有好处 到维伟和丈夫赵刚 来毛里球斯 生活已经12年 是这家中医诊所的合伙人 能共同开办这家诊所 源于此偶然的机会 三年前 有个一带一路 四十年世界针灸师联络会 当时来毛里球斯 当时我是负责传承的 一个接待工作 然后刚好有幸 接待了这些国内顶尖的 一个中医的一个专家组 来毛里球斯 然后陆星在传承呢 作为这个专家组的一个翻译 就是通过这一次活动 更深一层次地了解了 咱们中医的博大精神 然后再根据毛里球斯的情况 后来想的就是 我们能否在毛里球斯 开一家中医馆 赵刚说 一大一路倡议提出后 中国和毛里球斯之间的交往 日移密切 也有很多中医专家 来到毛里球斯交流访问 正是这样的机缘 促成了这家中医诊所 作为中国人 赵刚希望能将博大精神的 中医文化发扬光大 12年前 赵刚作为志愿者来到毛里球斯 认识了妻子岛维维 留在这里生活至今 兰飞的第一批志愿者 当时我是作为一个 咱们整个青年的代表 当时在人民大会堂 从那个吴一副总理 手中接到那个旗帜 然后来到毛里球斯 我是作为毛里球斯国家 宇毛里球斯那个总教练的身份 在这边工作一年时间 我来之后 毛里球斯出了一名运动员 宇毛里球运动员 然后参加了08年 中国的北京奥运会 当然任期不太好 遇到了咱们中国队 第一次就上了 但是能够去比赛 对 因为整个非洲女子单打的话 就有两个名额 毛里球斯 就已经不容易了 对对对 十多年前 中国和毛里球斯 两个国家之间往来就很频繁 作为第一批青年志愿者 赵刚能够感受到 这些年来两国之间的友谊 他告诉我们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更多的中国人来到毛里球斯 这更加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了解 所以这样的奇迹甲 他和鲁星合开了这家中医诊所 现在诊所在毛里球斯很受欢迎 一些政府官员也是诊所的常客 拍摄过程中 我们遇到毛里球斯外交部秘书长吴沙 他刚刚做完按摩 那我想知道 您最开始接触到中医 是如何得知的 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在读书中 有些人能够接触 他们开始接触 所以当我们学习 所有医院的医院 都会接受医院 在这一刻 我们想要抢抢 不必须接受医院 所以我们也会接受医院 在这些医院 陆星港总门 受海洋气候的影响 毛里球斯气候比较潮湿 本地人饮食偏甜 所以体内湿气较大 很多人都有腰腿疼的问题 乌沙说 经过其次按摩 他的腰疼好转很多 他希望毛里球斯 有更多的人能了解中医文化 工作原因 乌沙多次到访中国 他认为 中国在很多方面十分先进 值得毛里球斯学习 乌沙说 现在中文教育已经纳入 毛里球斯的教学大纲 中文是毛里球斯小学生 必修的课程之一 随着一带一路畅意的提出 未来两国之间在各个领域 还将会有更深入的合作 离开诊所 我们应邀来到陆星家做客 走进房间宽敞整洁 莉莉 嗨 莉莉 陆星一两天老提你 这是我们的小朋友 嗨 小朋友 你好 一岁 好漂亮啊 他叫 陆丽 和你同姓 都姓陆 对 把陆的陆 你叫陆丽啊 小男孩是吗 对 为什么我们选了这个名字呢 为什么叫陆星 他叫莉莉 为什么一定要配合陆丽 是你们两个名字的结合 但是刚好我们找不到那个名字 所以刚好是我们的孙大使 说那就是马路的陆 陆七的陆 陆丽 还是这个中国大使馆的 中国大使帮他起的这个名字 那你这个名字厉害了 中国大使帮你起的名字 陆丽 陆星和妻子 儿子还有母亲住在这里 家众的摆设很有中国特色 墙上挂着中国的灯笼 喜字挂坛 中国画 还有一些中国的工艺品 这边是一个书房 对 对 对 这是我们看书的 我和莉莉的房间 还有小贝比的 这是你们主卧 卧室 对 很面熟啊 这个我们家现在都很少用啊 对 我妈妈特别喜欢这一个 是吗 对 如果她比如说她出国 她去玩或者怎么样 基本上没有人动她 如果她比如说十天后来 她就是一个她每天都死 其实这个特别有过日子的感觉 对 对 对 又过一天撕掉一张日历 最里面的房间是公家人 休闲娱乐的区域 可以在这里看看电视 看看书 电视上能收到很多中国的电视频道 你的这个中文水平 应该看CTV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而且有时候 比如说你们现在来 所以跟你们都有些机会交流 如果没有来的话 然后就是看着CTV 然后听一听一下 有时候会想一些中文 要不然在这边待了久了 会忘 是吧 就是会想念 就是会想一下 说一下 听一下 陆星告诉我们 她和妻子都在中国留学 回到毛里求斯后 看到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感到非常亲切 她的妈妈去过两次中国 虽然没有中文基础 但是也很喜欢看中国中央电视台 这些中国的电视节目 让他们很想念中国 我们现在都玩很多纪录片 中国CCTV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看 都非常喜欢 其实在这边也可以看我们节目 估计一会儿就要播远方的家了 对了 所以在毛里求斯里面 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 我们最近在华人街 在这个街上 都能看到当地华人 他们很喜欢我们节目 一下就认出了我们 对了 一走以后 他们都非常知道 那我想问 是在你们家 因为你学中文嘛 可以看到CVT4 还是在整个毛里求斯 所有人家里都是这样的 现在的话 毛里求斯和中国的关系 非常好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 不加的一个电视台之外 就是免费的 还有CCTV 基本上是每家 每户都会有CCTV 都可以收到CCTV 而且我告诉你 现在的话 这个对我们毛里求斯的 影响也是很大 我现在的话 之前很多人都对 中国有一点 不太知道 在基本上看到这些节目 我都觉得 中国是怎么样 以后有哪些东西 有时候他们会跟我说 那中国有一个 这一个地方 比如说哈尔滨 或者冰满涌 你去过了没有 或者怎么样 中国的电视节目 是一个窗口 能让外国人 更加地了解 现在的中国 在陆星的书架上 放满了中国的书籍 还有他的学位证书 这些都被陆星珍藏 这也是他九年 在中国求学的印记 这个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你看我的分数 哇 85 85 87 95 非常优秀了 因为85分以上 就算优秀了 优秀了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元件 我们要用英文和中文 两个都要 我来看一下你的每课成绩 医学科研设计与统计分析方法 学识90 成绩85 免疫学85 外科学专业课87 专业英语95 每一科都非常的优秀 看到这个应该会很自豪吧 还OK 陆星说 中国的学习氛围很好 他提示了很多 让他尊重的老师 其实对于一个毛里求斯人来说 选择在中国留学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中文非常难学 毛里求斯人 从小就能熟练掌握英语 法语 如果选择去欧洲留学 十分简单 陆星说 是他的妈妈 帮他经历了去中国读书的信心 因为我妈妈就早知道 中国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厉害 现在的话我确实觉得 现在去的中国 我自己感受到了 中国的一个 国家的一个强度 国家的一个发展趋势 所以我回来了毛里求斯以后 确实对我的帮助很大 因为中国的话 毕竟跟毛里求斯关系非常好 所以如果有这么语言的话 就是跟着上这个发展的一个 趋势 所以现在有这个汉语的基础也变成你 可以获得更多收入的一个有利的保障 对 收入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你的很迈 第三个就是你扩展你的实力 对我来说 你真正的一个发展还是很大的一个好处 熟练的中文为鲁星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鲁星回国后还曾经在中国鲁毛里求斯大使馆工作过一段时间 这些经理都让他更加了解中国 鲁星和妻子莉莉是同一批留学中国的学生 也因此相识相连 鲁星在广西医科大学 莉莉在温州医学院读一科 那你们在读本和在五年就一直异地恋 对是的 差不多是六年 我们是06到12年 因为他读了五年半在温州 所以那时候的话就是分开了 后面的话我们就准备读研究生 然后我跟我的老师说 就是跟广西科大学的老师说 我后面的研究生不能在广西科大学读了 他们说那为什么呢 我是因为我可能要去其太阁水校 他们说为什么 我说那可能其太阁水校可以跟我们两个一起奖学金 后面老师就找办法给我们两个一起奖学金 哇那看来老师非常欣赏你 对因为我们因为在水校的时候 他很想留住你们 对对对对 现在他们也非常喜欢莉莉 所以你们就都拿到了广西医科大学的奖学金 你们两个一起毕业 对 2017年陆星和莉莉在毛里求斯结婚 30多名中国的好朋友来到毛里求斯 为他们送上祝福 陆星和莉莉告诉我们 他们十分怀念在中国的日子 中国人的友好热情 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意思是什么我喜欢在中国 对 我真的很喜欢技术 特别是在医院的医院 对于医院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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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很安全 很安全 很安全 每天晚上 我们去几个地方 哈勤 西安 西安 沈真 广州 香港 上海 北京 阿萨 我真的很喜欢 莉莉说 他们在哈尔滨第一次看到下雪 这让她兴奋不已 中国的美食 便捷的交通 方便的网上购物 外卖送餐 这些让他们想念 陆星说 现在他们一家 每周都要到中餐厅吃饭 在2006年 毛里求斯的中餐厅数量不多 现在已经有超过50家的中餐馆 交流时 陆星的妈妈 热情为我们准备了茶点 刚才我和陆星聊天的时候 他说 他当年去中国学习 包括一直在中国坚持学习的九年 这个期间 您给他很大的鼓励 一直支持他 一定要让他学好中文 在中国好好学习 当时您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让他去中国 所以在陆星去中国之前 您就经常看CCTV吗 就是你们家能收到CCTV4吗 是有中英文双语的 所以他会非常没有什么语言 那个障碍 他说他自己去过其他的一些地方 他看了CCTV以后 他自己好像想去中国 所以有机会我去的话 那就是非常开心 陆星的妈妈说 在电视里 他看到了一个 飞速发展 安全 稳定 人民生活幸福的中国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 鼓励陆星到中国上学 2012年 陆星本科毕业 陆星的妈妈第一次去中国 中国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他对我们说 选择中国是最正确的决定 毛鲁车司之前跟中国的关系 一直都是很好 但是一带一路后 毛鲁车司作为 背着的一个重点的发展 在我们的码头 跟我们的路易港 所以的话很多的一些 中国来的一些专家 中国来的一些公司 中国来的一些人 越来越多了 慢慢的这些关系 慢慢的做得更加密切 更加好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公交车 好多公交车 都是岸员 都是一些玉通 都是金融 好多都过来 比如说我们的卡车 后车 都是后果车 也是从中国进口的 对很多 比如说我自己的话 今天我们呢 很少会用华为手机 现在的话慢慢的 越来越用华为手机多了 小米手机也开始很多了 现在我们的 比如说现在的电信 用的都是 差不多都是用华为的一些技术 都是用华为的 这些路由机啊 都是用华为的 对于毛铃球斯人来说 对于毛铃球斯人来说 现在他们的衣食住行 都和中国有着联系 中国的产品对他们来讲 就是质量的保证 鲁星说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 企业和投资者 来到毛铃球斯 也有很多毛铃球斯人 到中国星球发展 这种多方位 多元化的合作 能让两国人民 获得更多的识会 临别前 鲁星告诉我们 他们准备下一趟家庭旅行 前往中国三亚 他和莉莉曾经在三亚训愿 希望能有一个健康可爱的孩子 这次他们要带路里 一起去看看三亚 鲁星告诉我们 中国就是路里的第二个故乡 毛铃球斯副总理 喜爱中国传统阅兵 听他讲述两国渊源 远方的家 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大一路》 第516集 《中毛游异》 《链接未来》 正宅播出 在毛铃球斯拍摄期间 我们能感受到 这个国家 对于中国的善意和友好 这一站我们来到 毛铃球斯能源与发展部 采访毛铃球斯副总理 兼能源部长 伊万·克兰达维� 副总理伊万·克兰达维� 见到我们非常热情 拿出了一块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月饼 原来 我们此行来到毛铃球斯时 恰逢即将中秋节 从中国带来了几盒月饼 送给大使馆 希望使馆帮我们传达 来自中国的中秋祝福 使馆将月饼送到了 副总理 伊万·克兰达维鲁 告诉我们 中国的月饼非常好吃 他十分喜欢 在毛铃球斯 能够收看到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那我们知道 不光是中秋节 在毛铃球斯 春节也是被定为了 法定节假日 我想知道这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春节会成为 毛铃球斯的一个 法定节假日呢 中国人们来到很长时间 有贸易的 贸易的 他们也有 划算划算 划算 划算 所以我们 有用于中国文化 而不是中国文化 而是 中国文化 文化 这是我们的文化 是可再生能源领域 毛里求斯要向中国学习 那您去过中国几次 从来没有去过 那您眼中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Well I have been following Chinese politics ever since the time I was a schoolboy because of course I've lived the history of all the great events of China Today China comes to me as an ally of the world in the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We follow very closely the very strong stand which your president has taken in order to try and mitigate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We hope that China will be able to lead the world in that great effort of humanity to save our future 伊万克兰达维鲁说 毛里求斯的竞争力和发展水平 在非洲国家位居前列 具有法律健全 基础设施完善 劳动力素质高等优势 而且现在政府只在实行 多元化产业政策 关注创新 吸引了诸如华为等高技术企业 入住毛里求斯 作为海上四周之路的自然延伸 在一大一度框架下 与中国开展合作 潜力巨大 前景广阔 抓住一大一度发展机遇 申请对华合作 从而实现经济再次腾飞 是不少毛里求斯人的想法 一大一度倡议 对两个国家来说 都存在巨大的机遇 至此 我们即将结束 对毛里求斯的拍摄 18天的时间 让我们不再将目光 停留在这里美丽的沙滩 秀美的风光上 而是更深刻地感受到 毛里求斯人民 对中国的友好 一向向标志性的工程 造福了当地人民 2019年10月17日 中国与毛里求斯 正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这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的 第一个自贸协定 在一大一路倡议下 毛里求斯将成为 中国对非洲投资的门户 和对非洲互联互通的枢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2018年访问毛里求斯时表示 中非是休期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和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中方运通毛里求斯 始终做好朋友和好伙伴 在自贸协定签订后 发挥毛里求斯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 独特区位优势 中国和毛里求斯 历史上就有着深厚的倾益 未来将会有更广阔的 合作空间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